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愛探索文明的力量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盛敏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君 刚刚各位同学呢 看完幽人神鼓金刚星的表演 我想问问方君啊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就像听到这个声音一样 刚刚的鼓声振折了我的心 感觉心情不好的地方都被鼓声振走了 没错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也有这样子的震撼感 幽人神鼓呢是台湾现代表演团体 非常重要的表演团体之一 它是早期从幽剧场转变而来的哦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就是因为它的创办人刘若宇 刘老师呢在国外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果托夫基师大师 这时候他接受大师的训练之后 他发现其实表演都是要从根本自我做起 所以他回台湾之后呢 他这个幽人神鼓就是以探索台湾人身体 为训练宗旨 然后在表演的内容呢 结合了台湾传统太极的表演 身为台湾第一个以打坐训练为基础的表演团体 幽人神鼓达到了结合 急动急进的动态平衡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舞台上面 他们可以达到平稳稳健的感觉 可是下台他们依然是一个活泼快乐的表演者 他们结合了土地文化鼓出了大自然的声音 就如同今天的主题用爱探索文明的力量 不只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出路 也用爱结合文明 使一群失去方向的年轻人重新看到了光明 接下来让我们再度看一下另外一则短片 片名叫做墨具五色 看看刘若宇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如何用鼓 结合泼彩来表达老庄意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完了影片是否觉得老师对于表演细腻的程度非常的讲究呢 如果你对于老师的表演艺术精神有兴趣的可以去观看老师的书 书名叫做刘若鱼的36堂表演课 讲到书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哦 你现在看我的意思是你要考考我有没有做功课的意思是吗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 这本书就叫做77个拥抱 77个拥抱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现在主持人在这里想要跟大家玩一个简单的小游戏 第一步就是请你看向你身旁的好朋友 看向他 请你仔细专注的看着他 第二步请你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如果你旁边的人是你不认识的也没有关系 请你伸出手跟他握一下 哎呦你这样子 好啦好啦各位同学不要闹了你这样子都打坏同学们想要来听两位老师演讲的心情了 不然我们来做有讲真答好了 有有讲真答吗 对那我想要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你们觉得77个拥抱这本书的内容或是在讲些什么 或是你觉得77个拥抱让你想到些什么呢 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基于大家都不敢分享今天资传系在这里有准备精美礼物给各位观众 就是如果你有举手勇于发言答对的人将会得到资传系准备的礼物 有人愿意发言的吗 优质大理由 有没有人想要 好我觉得可能同学对77个拥抱的概念太少了 你提示一下大家 提示一下吗就是他跟我们刚刚播的两部优人神谷的影片 还有今天的主题用爱探索文明的力量是有关系的 有人愿意举手吗 不然你来讲一下好了 我吗 对啊对于77个拥抱 我觉得77个拥抱 这个书名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很有爱很有善 然后让这个世界用爱探索文明的样子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爱的一本书 你就硬要掰到主题就对了 好啦其实呢这本书老师是觉得台湾的艺术教育资源非常的匮乏 所以跟他的团队决定出书 并且将板税全部捐出 捐出之后用于表演艺术教育机共使用 那现在呢让我们用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拥抱我们的两位老师 掌声欢迎有请刘若瑜刘老师以及陈文倩陈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有修行的 他跟没有修行的我 两个人连一开场讲话的声音都有层次上的差别 这样子对不对 这我抗议一下 他太太忙了 对吧 所以他其实真的是 真的是太忙 我们要照顾他一下这样 所以我其实没他那么忙 所以我可以稍微easy一点 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真的是他非常重要 真的 但是要照顾他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刘若瑜的时候 她是台湾最有名的剧场叫 《蓝龄剧法》的女主角 我们都曾年轻过 而当时她的年轻 她的美丽 她的演技 是她是那个时候台湾最重要的剧场的女主角 后来 那时候她的名字叫刘静敏 后来呢 刘静敏也跟着台湾 在解除戒严过程当中 台湾其实如果你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讲 一个解除戒严的过程 其实会是各种社会力量的释放 那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运动出现 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社会的运动 可是另外一种的是对文化运动的冲击 在1968年的美国 反越战运动最后也演变成很多60年代 像Andy Warhol 像非常多的文化流行音乐的现象 在那个年代解除戒严的现象里头 有一个很重要的冲击 就是很多文化人 他们变成了小剧场工作者 所以那个时候刘静敏就成立了一个叫优剧场 那我是老一辈的人 所以老是看到他就讲错 把优人神国讲成优剧场 然后优剧场当时他们做了很多创剧 这些创剧里头包括了 他不希望上面的演员跟下面的观众是有距离的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叫落地扫 就是落地扫是当年台湾的民间戏剧 就是说你可以从舞台上面走下来 然后他们在那个年代就注意到环保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 我想这些议题对你们很多现在 对社会很关切的年轻人来说 你们会觉得 哦 当那些人年轻的时候 他们做的事情跟你现在很渴望想去表达的 你可能是在网络 可能是在哪里表达 是很类似的 可是到了一个阶段 刘静明他认识了黄志群 然后两个人他们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回到自己本身 某个程度来说他又到了自己的第三阶段 这个第三阶段就是你们今天非常熟悉的 由人神故 我最近配 刘若宇的一件事情 他不只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一个修行者 他把对生命的体悟跟他的艺术完全结合在一起 各位同学 你们将来长大会了解一些事情 你可以表演 也可以欺骗 你可以表演 欺骗了所有的人 你可以表演到甚至欺骗你自己 可是有一个东西很诚实 就是你的作品 作品 你骗不了自己 也骗不了别人 它是一个最真实的呈现 那我最佩服刘若宇的就是 他如此诚恳地把他的作品 艺术创作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的由人神故 他们在舞台上后的表现 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那种爱 那种包容 它不是抗议的语言 可是它更强壮 而那种爱的强壮 强壮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居然发现 他走进彰化监狱 他知道这一群犯罪的人 他的生命里头 有一种 恨意吧 罪过吧 说不清的什么样的暴力吧 他希望用古 用艺术来感化他们 这个世界少一些犯罪者 而且这个犯罪者 自己可以得到救赎的话 这个世界会好很多 所以选择的方法 所以选择的方法不是关他们 隔离他们 因为有一天他会出狱啊 他带着由人神故 所有的对人性的包容 拥抱 他进到了张海监狱 他告诉我说那个时候 他拥抱他们嘛 然后呢他发现 他们这一生没有被爱过 当然也不可能爱这个世界 所以会犯罪 当他拥抱他们的时候 那些人的肢体是僵硬的 因为他从来没被爱过 他不相信拥抱这件事情 下一个更了不起的事好 他关在监狱 你去感化他 我以前当过法务部的志工两年 我也对着这些人说话 你知道我要去的时候 有多少人警告我 他说你去那里对这些人说话 他们就认识你 将来出狱他们会找你麻烦 你会很危险 还有一个人告诉我 你去的那个监狱里头有几个人 就是很可怕的色狼 将来你的生命随时都会被威胁当中 可是我到了监狱里头 我看到的这个人所以犯罪 他只有一个小小的一年之间 大多数都是家庭很不快乐的小孩 没有爱的孩子 然后呢 有一个人可能为了他的女朋友 很想要买一个广告里头 不但出现的红色的胸罩 他说他要买一个张亚琴 在电视上不断展现的那个红色胸罩 于是他就偷了人家的摩托车 又偷了人家的钱 只为了满足他的女朋友 而买一个红色胸罩 因为这个女朋友 是他唯一的精神依靠 他被逮捕了 他去坐牢 就这么一念之间 可是这个对我来说 好像你们听起来已经不容易了 他更不容易 因为那些人后来出狱了 他们到了木栅的诱人神谷 他希望参加诱人神谷 你敢接纳他吗 他参加诱人神谷里头 你会不会害怕那些所谓的更生人 他的犯罪会不会再犯罪 他在这里头 他是不是会变成一个反社会的人 很难管理的人 你会不会把你原来以为的善良 在那一刻你突然发现 你不过是一个拥抱的伪善者 但刘若宇毫不犹豫地留下了这些人 他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留在山上 而这些人就在木栅的山里头 不断不断地最后改变了自己 我今天找刘若宇来和各位一起对谈 我们不是在看一个艺术家 我觉得他已经活到了某一种了不起的境界 我自己 我也希望我们在台下的很多同学 向他多多地学习 谢谢他 谢谢若宇 谢谢 谢谢 谢谢我 讲完我的开场拜以后呢 我先请若宇做一件事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七十七个拥抱 我想我们先不对谈 我请他为大家朗读 他书里头的一段 你们会更明白 我刚才前面的开场拜 对他的介绍 我在说什么 谢谢 好 你要站着朗读吗 坐着吧 都可以 这个篇章叫 一个敷衍的拥抱 有一天早上 从海边回来 大家在马路上练武术 杂货店的阿嬷和路人 都在旁边围观 看着几个全身刺青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练功 练习 打飞脚 石头 跳的方法不对 我便走过去指导他 但不知为什么 平常贴心的石头 突然间翻脸 一副不愿受教的态度 我愣了一下 奇怪 我是老师 他是学生 为什么给我脸色看呢 我看了一下小黎 小黎也是一副 嫌我多事的样子 待他们练完了 我直接说 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调整 那么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是你们的老师啊 石头马上改变态度说 老妈你别生气 那个动作怎么做 还不是都是一样 怎么跳都跳不起来 我就随便跳咯 小黎倒是想了一下 回答我说 嗯 你就是盯着我们啊 管我们吃饭啊 这堂课也不用你教 我们自己会做 怎么会这样 难道我照顾他们 把他们留在团里面 他们只把我当妈 在管教他们而已吗 我是忧人神 我的艺术总监 我是你们的师长 也在表演艺术界 都已经闯荡快四十年 你们这个范畴根本还是刚刚踏入 还有很多事情要学 这时候小黎说 这个我们知道 只是呢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头 你说吧 也就是 是你管还是我管 是谁当老大 我一时还没弄清楚他的意思 只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奇怪 我是剧团的负责人 他在这里领薪水 怎么会问我谁是头呢 我转念一想 好不容易留下他 假以时日 应该就可以改变他们的习性 就能够让他们重新真正的做人 我希望能够透过小黎 来带领其他的更生人 好吧 我就给他这个权利 让他有责任心 我就说 好 你当老大 我已经聘请你当艺术总监了 本来我就是说过 我从旁协助你的 但是你还有很多事情不清楚要学的 那时小黎就说 好啊 就这样吧 说完转身就走 好 所以他就是头了 我先念到这儿 大概让你们知道一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就像刚刚文倩说的 我们带了他们 那么不只是在监狱里面教他们打鼓 然后教他们缠坐 事实上在他们离开之后呢 我留下了他们 也让他们跟着我 跟在我身边 盛局是有好几个月是住在我家里 跟着我先生小孩一块住的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但是可能也像文倩说的 可能我的 我觉得真的跟修行是有帮助的 平常生活中的禅定有帮助 但事实上 我觉得可能自己跟我的个性 有更大的一个关联 我其实对一件事情我不太怀疑 因为在监狱里面认识他们 他们态度非常好 在监狱里面的态度真的非常好 但就像我刚刚念的 我完全没有料到在出来之后呢 那个习性一时之间是不可能转变的 所以它也成为我真正在带领他们的时候 其实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 是一个很难得在你这一生当中 你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去碰到一群这么对你有挑战的机会 而这样子的机会 也许是生命中的一种冒险 但是呢敞开心接受冒险 然后就让自己成为冒险里面的 完全跟冒险融在一块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在最后 你可以得到和学到甚至你了解的事情 是永远无法在你计划当中 在你的安排当中可能可以明白的事 那这件事情就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若宇 我想请教你 我们待会会为大家介绍 幼仁神谷在全世界表演的新奖 它是全台湾大概在国际里头 跟云门五级两个并排 最著名的艺术团体 可是你就是如此一身 永远都很素朴地打扮 未失任何的脂粉 连口红也没擦 然后接着呢 你可以接受初遇的孩子 对你来讲是个挑战 还住在你家 这里头已经不是一个空洞的关怀 爱 爱 包容 我想请问你 一般人会恐惧 为什么你只把它看成 不容易挑战跟冒险 住在家里 还有你的孩子 其实我们人没有能力爱别人 很大的原因来自于口惧跟自我保护 你怎么突破了这些人性的本能 我想我在我自内在里面呢 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先认识了他们 那他们因为在狱中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这些 我们带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真正闯祸的年纪 都在青少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彰化监狱是个青年监狱 我们教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在20到25岁 可能待了久的 慢慢到27、8岁 都没有超过30岁的 那所以呢 他关进去之前的年纪 不是抢劫 杀人 打架 就是枪炮 都是这一类的相关的 比较是冲动型的那种犯罪的方式 而不是 就是我想说那种很危险的 对女性侵犯的 狱中不是给我们这种范畴的 所以呢 也就是说 他们都是比较在青少年时间 因为个性当中的冲动 和还有就是没有真正在一个比较良善的教育系统里面 能够让他有所安全的一个家庭 可以有所 等于说他的那个依靠的状态 而走到街头去的 所以当他们在狱中的时候呢 遇到了我们 他几乎是对我们来讲 是他的心中的一个 可以在外面的那个依赖 所以他对我们的那种尊敬和那种贴心 你是怎么有那么一群这么有热情的年轻人 所以鼓又打得非常好 所以在这个之间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已经完全敞开心 那么认识 然后他们有很好的艺术的潜能 而在这个条件之下呢 其实我就敞开心接受他们进来 但是当然你说我怎么会没有一个sense 知道这些人是危险的 确实我想我的内在有一个观念 我总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了解了每一个来自的家庭 每一个小孩在他这些年轻人 他们在小时候 他们成长过程中 他们的环境当中所给予的这些 我应该说它是伤口 是这样子的环境给予了他成长过程里面 他产生的负面的反应而造成的伤口 可是这个不是他本来的自己 是因为环境在后天给予他的 他心中的某种叛逆的行为 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而他可能真的被那种打到不行之后 他反过来去打人的 或者老师跟他的关系 讲起来就是说 都不是他真正本来的那个内在的小孩 所以其实我心里面相信的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是有这个所谓的纯真的这个本性 那唯一的方法是 你必须让他明白 让他看见自己 让他了解这个不是他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就有机会改变 每一个人如果看见自己之后呢 你才有可能改变的机会 所以我可能也许是 在这样的前提底下 我就没有任何的畏惧 那当然也因为我们的感情 就像我们之前认识嘛 所以其实他们对我也是非常 讲起来他们喊我老妈 是非常照顾的 那然后呢 他们对于打鼓这件事情呢 也非常的投入 但是唯一的就是 从监狱里面到出来之后 外在环境的诱惑 跟外在其他可能发生的可能性 在他们的心里面原来的价值观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会在瞬间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诱因 这个诱惑跟刺激 而他的生活里面呢 在我们的这个范畴里面 他仍然想要把这些事情做好 可是事实上他内在里面 已经一点一点地开始松绑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在那样的时间底下 再加上其实真正对这件事情 能够这样地敞开心做的 在那个时候的当下只有我一个人 也就是说事实上 不是我身边所有的这些 一起做的 就是在我们团里的这些同仁们 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 而能够一样地完全敞开心 以至于呢 我就担下了所有的面对 而这个面对 在我的心中里面 我开始等于要面对两边 我一边必须要对这些稳定的剧团的状况 有一个交代就是 这些人是可以的 我相信他们可以的 可是事实上呢 我到了再带他们 我单独带他们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叛逆行为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而以至于呢 我就必须要承担 可是我又必须承担下来之后呢 又再跟这边的朋友们说 给他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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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但是事实上 我在这个中间 我后来真的是越来越吃力 越来越吃力 我前一阵子访问了 这个沉默的导演 Martin Scorsese 那大家都很知道他的电影了 叫《计程车司机》了 他当然已经是 全世界最著名的电影大师 Martin Scorsese 可是他去拍沉默 在台湾好像一个礼拜左右 就在主要的院线就下片了 虽然他大多数的风景 是在台湾拍的 虽然我认为 它是这几年最好的电影 但是他的电影里头 所诉说的那种沉重的 对生命 对宗教 对信仰 那种不是一个简单的 我姓主三个字 或是我交给主三个字 神必爱人四个字 或者是上帝会给我来生 这样几个字 他不是 他是不断不断的 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在追寻他的答案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哲学性的答案 然后他的手印呢 是在梵蒂冈 然后给教宗跟四十个神父看 那这个影片可以被解释成为 对天主教 以及上帝的一个不断的询问 也可以被解释成 对上帝和天主教 某些后来的教义 很大的质疑 所以保守分子会觉得他的质疑 一般的人会看不懂 然后只有那种真正最虔诚的人 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在论述什么 那我访问Marnes Gosece的时候呢 我就问他说 你当时拍基督的诱惑 那个时候你已经大成名了 然后你就筹资很困难 又没有人要给你钱 因为这个西方的世界里头 好莱坞怎么容许你去把基督说成一个 他是有困惑的人 他是可能被诱惑的人 他是在最后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也想出卖自己 换取一个可能得到活命的机会 他最后挣扎 挣扎之后才做了选择 你怎么可以给神一个人性 所以基督教最后的诱惑的时候 他拍基督最后的诱惑这个影片的时刻 他的首映当时在巴黎 被放火烧了喜悦 那我说你那时候已经受尽了教训 到处都是抗议 票房也破产 但是你后来再拍片子 他太厉害了 他随便拍一个华尔街之狼 他就可以赚很多钱 他这次要拍沉默 到处找不到钱 然后还是少的预算 答应他的演员 都是用基本演员的工资 没有一个重要的 著名的演员 拿他们本来应该拿的工筹 然后他是用这个方式 拍完了这个影片 那原来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长期 日本长期 可是第一个长期也变了 第二个 日本拍片太贵 他就选择了台湾 因为台湾给了他很多 很好的拍片的支持和协助 那他就在台湾完成了这个影片 可是他早就知道 他的这个作品 完全不是为了票房 因为他早就有过教训 所以人第一次犯错 叫做天真 这不叫犯错 就人第一次 他碰到基督的诱惑 你可以说他是过度热情 理想天真 他第二次 他完全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他还是要这么做 所以我就问了他为什么 他说了一段话 我拿来回应刚才 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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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 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完全同意 因為我們 其實藝術是我們的生命中 等於說我們的 從我們身上 從我們的能力當中衍生出來的一個媒介 那但是 內在的那個狀態 其實是真正跟你的大環境的關係 那你如果沒有這個連結 你就去做藝術 那那個力量從哪裡來 它為什麼被quote成藝術這個名詞 也就是因為那個內在的自由 裡面的那個自由才給你 在這樣的一個名稱之下 你就有空間去 真的讓你去碰撞 那如果你不去碰撞 只在一個 那可能 可能連連擴的在藝術的名詞之下 底下可能都必須被懷疑 我們為大家來看一下剛才 劉若瑜所講的 她在彰化的青年監獄裡頭 教導這些年輕人大國的過程 接下來我們要大家說的一個故事 是優人神鼓的負責人 劉若瑜和阿幹的故事 劉若瑜出了一本書 人生的三十九堂課 事實上呢 優人神鼓表演的 從來不是只有古籍的音樂本身 他表演的是一種中國傳統的道 這個道是一種對生命的體悟 劉若瑜在他的書裡頭寫 而且每一個人都需要另外一個眼睛 在台下好好地觀看 在台上表演的你自己 而過去三年 優人神鼓做了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他和彰化監獄合作 也就是到監獄裡頭 叫那些我們在這個社會裡頭 很害怕的在監獄裡頭 服刑的犯罪人 叫他們打鼓 因為鼓可以打掉他們心中的恨 鼓可以打掉他們心中的罪惡 鼓可以讓他們慢慢地修行 這是劉若瑜所發的願望 結果在這個彰化監獄裡頭 走出一個人 他的名字叫做阿甘 他決定離開監獄以後 加入優人神鼓 優人神鼓害怕他嗎 走出監獄之後的阿甘 走上了木渣的山上 優人神鼓不只接納他 還讓他成為團員之一 而過去他被他加害的人 就是被害人 聽到了阿甘加入優人神鼓 他很憤怒嗎 上上去找他算賬嗎 從此背個優人神鼓嗎 不 當然知道說 當年害他的那個人 現在已經可以說是改革 完全改變了自己 而且走上了優人神鼓之路 這位原來是受害者的人 慢慢決定原諒了他 而且賠償金也大幅地降低 只希望他好好地留在公益的領域裡頭 這是優人神鼓和阿甘的故事 一大早走了二十分鐘 有點難走的山路 我們到達優人神鼓練習的地方 很接近天空的一個木房子 每天最早來的是他們的大師兄 還有很認真很認真的阿甘 不說話的時候看起來還蠻兇的 他兩年前離開彰化監獄加入任人神鼓 我沒有很想 我也沒舉手啊 那就是被點到就對了 總假裝不在乎的就是阿甘 最愛珍珠奶茶說是自由世界的味道 不敢說彰化監獄 總必重就輕地說那些鐵窗的歲月 他的認真是外表看不出來的 師兄們說阿甘每天幾乎都最早到 還沒有睡醒 朋友們的第一件事是打掃 我是夫妍老師 沿著木地板的紋路清潔 一絲不苟 光來山上就已經很重要了 你看就是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在冷氣房 你看你的身體 跟這個大環境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 你知道你知道 漢就是說你如果面對的是一張桌子 你的心放在哪裡 應該說優人神鼓是一門藝術嗎 還是一種鍛鍊和一種堅持 別的孩子可能受不了 阿甘他們反而過得很快樂 所以其實很好教 也就是說他們還在一種很 怎麼講 有那種青少年的那種衝動 可是也有青少年心中的那種熱忱 他們對一件事情的那種 他一相信你他要做 他就全力以赴去做 是很天真的 很純真的 而且是很可愛的一群人 這天我們欣賞的曲目是 聽海之心裡面的沖炎 那位大男生阿甘是主要的鼓手 我是來優人的時候才知道我有這個爆發力 要不然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爆發力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有力量 有力量 我不知道 我很喜歡在舞台上 然後在表演在過程中的那個感覺 三年前 優人生鼓開始和彰化監獄合作 當時越方連鼓都沒有 幾十萬一個的鼓 都是一個一個向企業家募捐得來的 每次看機場褲子上 到後台我就去抱他們 我就說你們這樣出來演得太棒了 大家觀眾都很支持你們什麼的 然後我就抱他們鼓勵他們說 我發現一些事情 我就這樣哭得不停 為什麼 因為我想他們很久沒有被人家抱過 你知道那個身體是 身體是 講起來就是說是冷的 是僵硬的 他很多年 他都是這樣鎖著自己的需要愛 這些孩子需要愛 他說他第一次看你表演他就哭了 你知道他有哭嗎 他不是每次看都哭 他每次看我們中間在表演打鼓 我看他每逢必哭 每看必哭 那個時候是有點害久 對 那個時候其實有點 因為也不習慣 以前不會有這樣子 就是說 誒 擁抱什麼的 對 就不習慣 劉老師常說打鼓不是個人表演 是學著聽別人的聲音 心裡的一種安穩和平靜 這個山上的墨房子其實有點簡陋 大家在這裡吃飯 練鼓 不管出大太陽還是下大浴 你都只能跟自然妥協 阿甘和小季說 這才讓他發現 人的生活可以很簡單 我們每次都在驚訝中結束 好吧 人的生活很簡單這樣 我想可能跟那個YouTube他們 我們的助理是從YouTube上下載 他可能後面就把它剪掉了 這樣子 他後面應該就是 就是有一個比較beautiful ending 下次會告訴我們那個助理 抱歉 再次 我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幼兒人神谷的歷史 我們從頭開始 剛才劉瑞宇我們念了他的新書 《77個擁抱》 這本書籍他其實談的 我很希望 我真的好希望 你們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劉瑞宇的書籍 如果我自己重新回想我的人生 你就當我後來看到劉瑞宇的書 或是類似的書籍的時候 我會很感嘆一件事 因為我從小是一個愛讀書的人 可是我所有的知識都是向外的 我可能從這些知識裡頭去理解 經濟史怎麼回事 政治史怎麼回事 歷史怎麼回事 但我有一個東西是沒有知識的 就是我自己 後來我發現 後來我發現 一個人越早擁有對人的知識 對你自己的知識 你才可以把你每一段的生命 都過得很好 因為當你對你自己是如此無知的時刻 你在外界抓了很多東西 你以為你是你渴望的 其實它只是在填補你某些欠缺的 它只是在把你原來一些 你不敢面對的東西 讓你可以逃避 逃到那裡去 然後尋求一個 你以為你想要的東西 可是你想得到那個東西 就算有一天得到了 你的空白跟你的蒼白 其實還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 我剛才特別跟各位說 我們在學校裡頭有很多課 那我來亞洲大學教課的時候 一開始教大家愉悅學校 我說大家教你好多課 你從來學數學 物理 化學 該學的不該學的通通都學了 該記得的跟忘記的也通通都念了 沒有人教你堂課叫做快樂 而現在呢 我們上個學期談創意 這個學期呢 我最想教大家的就是你自己 對你自己有足夠的認知 每個人是如此的獨特 每個人是如此的不一樣 每個人自己 在白天的你 在晚上的你 在失敗的你 在成功的你 你自己就是一個萬花筒 什麼時刻 可以把自己閱讀得更好 你會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得 跟別人很不一樣 你不會像我活到今天這個年齡 然後聽到一首歌叫 Those were the days 然後呢就感慨外分 我的青春啊怎麼就這樣子 不是說我老了 而是說我很後悔 某些我支配跟花費我青春的模式 那我認為在我你們相同年齡的時候 我少學了一門課 那門課就是我自己 其實我並不明白我自己 那我沒有坐過牢 也沒有犯過罪 當然沒有去過青年監獄 可是其實我跟剛才劉柔宇所說的那些小孩 是很像的 我非常記得在四十幾歲的時候 我媽媽給我第一次擁抱的時刻 我的身體也是僵硬的 因為這是我的母親對我一生 我有記憶以來第一次的擁抱 那一樣的就是我出生一個比較複雜的家庭 可能小時候我是外婆大一大的 我一直覺得我擁有很多的愛 然後後來呢 反正你不愛我我也不稀罕 但是我的身體裡頭的僵硬 某程度來說 以及後來的很多發展 我looking back回去看 我其實只是很倔強的知道說 既然你不愛 我就不稀罕你的愛 這並不表示我不需要這個愛 那那種對家庭 因為你知道你被弃絕 然後因此你也選擇不對它期待 然後你變成可能很堅強很獨立 可是這種空白跟這種 這裡頭的某些殘缺 它很影響了我人生非常多事情 那我早一點知道 可能有些事情我會處理得更好 那我晚一點知道 當然也沒有什麼太不好 可是呢我覺得 我會把我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出彩吧 OK 我會覺得更不會後悔 那我今天把自己的人生經驗告訴各位 就是我好希望 你們可以在很年輕很小的時刻 就分辨出來 什麼是虛的 什麼是假的 什麼是實的 什麼才是真的 什麼叫做假 什麼叫做真 那些看起來很光鮮亮麗的東西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對吧 那些看起來 你不渴望 其實有些是你渴望的 看起來你渴望的 其實是你不需要的 所以 永遠尋找自己 這一次流入雨的書 77個擁抱 一場冒險 看見自己 還有他的人生的36堂課 都是我特別想推薦給各位 然後呢 我們很快的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遊人劇場還有劉若宇 讓各位可以有更多的感覺 以鼓為智者 智者這句話 是屬於修行的人 或是孔子孟子 但是真的你看他的表情 我們有多少有學問的人 可以擁有劉若宇這樣的肢體 跟他的表情 介紹一下他 出生在新竹的眷村 父親是康樂觀 從小都參加聯歡晚會 這好特別 太快了你們 所以呢 他從小就被鼓勵上台表演 他得過金鐘最佳主持人 這可能今天對他來講是虛的 對不對 他現在也在回顧 他的人生好特別啊 然後呢 當年 李安因為 還是一個完全沒有人認識 他在紐約的一個實驗作品的導演 第一個女主角 就是今天你在座的劉若宇 那個時候 他在紐約讀書的時候碰到李安 若宇那個戴硕士帽的是你嗎 我是那個紅色衣服 對呀 我覺得紅色衣服 那是羅曼菲 羅曼菲嘛 對不對 羅曼菲平衡 我們三個住在一塊 OK 所以最左 最那邊的是平衡 平衡 他是以前兩天院的藝術總監 對 羅曼菲他已經往生了我的好朋友 是台灣最好的女的舞者 然後這個是 劉若宇 劉敬明 劉敬明 那時候劉敬明 你跟這麼一個大美人站在一起 還比他漂亮 果然可以到你出角 那個時候羅曼菲被認為是 台大外文系最漂亮的女孩 於是後來他就當了雲門的當家女主角 她是波蘭劇場大師 果頭夫斯基的得意門生 回來台灣以後 當時最重要的一齣很轟動的一齣戲 舞台劇叫何朱新佩 把全台灣劇場和最好的人聚合在一起 男主角李國修 女主角劉敬明 現在叫劉若宇了 後面我寫的文字我們跳過去 我待會兒最後再朗讀 1993年他邀請了黃志群加入了劇團 從此呢 優人劇場 就變成了優人神鼓 對不對 開始擊鼓 靜坐 把靜坐 擊鼓 武術 這些傳統東方文明的東西 然後加上他西方的劇場訓練 變成了優人神鼓的作品 他的整個作品裡頭很重要的是身體的訓練 東方傳統的武術 吉鼓 太極導引等等 所以雖然當時日本已經有非常有名的大國的劇團 但是優人神鼓仍然在全世界闖出了一條路 因為它沒有跟鬼太鼓這些東西是完全不一樣的 藝術形態 所以很不一樣 然後呢 優劇場創團15年以後呢 改名就叫優人神鼓 到2017年的時刻 現在已經是大家著名的一個劇團了 介紹一下黃志群 後來變成了你的先生 對不對 他呢 馬來西亞 1965年出生 6歲開始學習擊鼓 10歲開始正式拜師學習中國武術 經營在武術跟擊鼓的世界超過了30年 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意涵是什麼 那裡的華人 比我們活在台灣的很多人 他們更追求原來在東方過去很古老的文明裡頭的元素 因為他們不想在那個地方被馬來的文化 給完全衝擊到他們自己一無所有 因為他們不是馬來人 所以我認識好幾個很棒的茶人 很不錯的一些很了不起的藝術家 你是怎麼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從小他沒有 從小他身邊的文化裡頭 他發現他被另外一個他不熟悉的 或是某程度他永遠不會變成其中的文化所包圍 因此他就刻意地想盡辦法地去尋找傳統的文明裡頭 可以留下來各種滋養 因此他們的很多養分 對那種傳統文化的養分 其實比在台灣的我們更接近 對 更接近 接下來是幼仁神谷的生活訓練跟創作的基地 為大家很快地介紹幼仁神谷的大事記 大事記裡頭前面主要是幼仁劇場 劇場裡頭我們看到 你在94年的時候開始了幼仁神谷的首演 然後我在印度展開了《塑星之旅》 然後幼仁神谷 雲角台灣 這個好厲害喔 你那次是跟著白沙屯 我們之前跟過白沙屯媽祖走過三年 但是剛好那一年呢 我們沒有辦法走之後 時間點不能夠搭上 我們就自己設計了雲角台灣這件事 從那個之後我們就開始陸陸續續 一直有幼仁神谷《雲角台灣》這個活動 你介紹一下大家 因為我訪問過 你知道他們的修行就是 就是這樣走 還帶著他們所有的團員走來談一下 其實走路這件事情 可能大家不知道這個事情 跟內在的關係是什麼 但是雲角台灣呢 我當初開始設想這個活動的時候 是因為我當初在加州跟我的老師訓練的時候 其實它也經常讓我們 比如說你在森林裡面 不管是急行的快 很快的速度的奔跑 或者是在森林裡頭很安靜的慢慢的走 都有一個前提 因為森林裡面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道路絕對是所謂的不安全的 齊居不平的 那你如果不保持覺知的話 因為就是我的老師剛剛提到的 就是波蘭籍的Guchowski 他是很清楚的 在他對我們的訓練的時候呢 他說過一個真正的表演者 像一個獵人 像一個戰士 你必須在你的內在裡面 保持一個高度的覺知 你才能夠讓你自己置身於 所謂的危險的環境裡 它反而是真的安全 那我想這個部分也是一個 人可以看見自己了解自己的一個方法 那所以到回來台灣之後呢 我也想透過這種人跟自己身體的關係的 一種跟環境的磨練來看見自己 所以也就是等於說 把這樣的方式再做個轉化的時候 剛好遇到白沙屯媽祖 白沙屯的媽祖 這是我正在路上走 現在正好是淫媽祖的時候 就是要走很長的這個時間 這個很長的時間的走路 如果我們能夠讓你的心放在你的腳上 就是能夠所謂的 我們叫它叫做一步一個當下 如果你在走路的時間 你可以把你的心念放在你的腳上 可是你同時聽見了周遭環境的聲音 看見了隊伍的移動 當然也知道路上的交通狀況 這是一個觀照的狀態 就是你一直看著你的腳在走 可是你同時也覺知 觀照了當下所發生的 同時發生的外在的事情 這是你的內在就出現了一個 看見自己的一個機會 而那個狀態如果它持續長久 就像走路 你可能一天下來 兩天 甚至於我們走一個月 兩個月 而這個狀態的內在裡面 就會恒常能夠有機會 處在一個所謂的覺知的狀態 而事實上每一次雲角之後 團圓門的整個的一個 我們從它的所出現的那個 甚至於從它的一舉一動 都可以看見它似乎有某種蜕變 它是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蜕變的機會 所以後來我們就幾乎每個兩年 幼人生活都會設計一個 讓團圓門去雲角台灣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雲角一天要走幾個小時 一天就是大概八個小時 一直走 一直走 光著腳 但是穿著鞋 因為路上的那個不太可能 但是重點是 到了我們的所謂的目的地之後 還要打一場鼓 還要打一個小時 所以是白天走八個小時 然後到了傍晚就演出 還要再演一個多小時 再演出一個小時 然後連續28天 連續不止有的時候50天 有的時候35天 那有的時候差不多都是 28到35天之間 你每一年自己都走 我每一年自己都走 而且通常走的時候越走精神越好 那個很累的狀態 會在你走大概第一個禮拜特別累 大概到持續這個狀態 但是重點是 你必須要把你的信念放在腳上 很有趣的 如果你的信念只是放在外面的事物的觀看 好像走馬看花 看你外面的事情的話 會越走越累 但是你如果把信念放在你的腳下 你這樣子走的時候呢 你只是覺知外面的事物的發生 但是不被它牽著走 就不被外面的事物產生聯想 產生新的念頭 而就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大概第二個禮拜開始 精神會越走越好 請教一下若宇啊 你覺得這是一個躁動的時代嗎 那這樣的一個躁動的時代 的很年輕的人 或是當代的人 他們是不是應該 一個是參加友人神國的演講 一個是自己 其實如何把自己的心給靜下來 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課 其實我剛聽到文健提到說 他很愛閱讀 但是在攝取的過程當中 你不管是整個大環境 國際的問題 經濟 政治 各個層面 我們都 因為我們跟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你不去對這些事情的設立 給了解的話 你不能自己讓自己 好像置身於整個社會之外 或整個地球之外 但是呢 是什麼人置身於這個環境當中呢 置身於這個地球當中呢 那就是那個往內看的那個人嗎 那我剛聽到文健講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其實 他真的對我們這個大環境來說非常重要 因為他的見解跟判斷和提醒我們的事情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前瞻性 那但是當他提到就說 可是還有一個事情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看見自己的時候 而同學們 真的要跟你們分享的事情是 其實看見自己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兩個在這個年紀 我都會說 我言我都會說 如果你今天在你這個年紀 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當你看見自己的這個角度 然後你反過來 你甚至於看到的外在的環境 你出發的狀態 你可能可以完成一樣的目標 但是呢 可能那個出發心完全不同 但是我們在我們這個年紀的時候呢 真的我們教育給我們的方向 我們的社會給我們的方向 正至於家庭給你的方向 都讓你息息盈盈的再往外抓 可是那個內在的小孩 他在這個環境當中 他可能被他什麼 他可能被什麼 被削逐了 他可能被壓抑了 或者是他可能被從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之下 他反叛走了另外一個東西又爆出來 就像那些叛逆的孩子 所以如何讓這個內在的孩子 你可以真正的看見他 而讓他在一個所謂的真正 我們講的那個了解的狀態當中 了解人的本質是什麼 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最簡單的例子 你可能發現說你會有這個恐懼 可是恐懼的來源是什麼 恐懼來源可能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那小的事情只是你突然覺得 我隔壁的同學怎麼突然間好朋友 不跟我說話了 我做了什麼錯事 我為什麼突然間變成一個 好像我身邊的這些人 我突然變得很孤獨 那麼你會對孤獨產生害怕 可是呢 你如果能夠開始看見人的本質是什麼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 長成你自己內在的那個安全感 那那個安全的信心 跟你的了解 你會成為這個年紀 同學當中裡面 成為跟他們之間的那個什麼 那個不一樣的那個力量 而那個力量在這個年輕人的社會裡面 會使得這些年輕人 大家都可能成為另外一種友善和諧 一種共同相處的一種狀態 其實這個可能反過來 我們可能會用不同的角度來去看 我們共同生存的這個地球 或者是我們共同生存的這個社會 甚至於就像跟我們一起存在 而我們卻完全閉著眼睛不願意承認的 所謂的另外一個黑社會的環境 我想這個就是了解的這個部分 而成長一個不一樣的人的這個意思 我們繼續看佑仁神谷的整個所有的發展 佑仁神谷開始展開首演的時候是1994年 碩仁之旅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它前面是走白沙屯 我們在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做白沙屯 你知道媽祖廟是以前我們台灣的民宿傳統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種非常虔誠的行為 然後最後呢他們就從這裡發展成雲角西台灣 每次不同的日期啊 然後接著最重要的一個突破是 在1998年的時候 他們到了巴黎 巴黎有一個台北原藝術文化中心演出 然後馬上就被雅維農藝術節看上了 就特別邀請他們在那一年的7月 參與了雅維農 那這個事情呢 其實我到了2007年去採訪雅維農的時候 雅維農都跟我說 你們台灣有一個很棒很棒的劇團 叫做優優優就是優局場 他們只是被優局場震撼到了一種難以想像的程度 你們沒有去過雅維農 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雅維農呢是當年教皇避難的地點 所以教皇避難的地點 那整個所有的主要的城市裡頭 就是當時教皇他的主要的官邸還有他的教堂 然後他的藝術節就是把那個教堂中間的中庭 就佈置起來 然後大概都是演出一些最傳統的莎士比亞 或是哪些很重要的戲劇或是Opera 可是突然有一天來了一個優人神鼓 I'm sorry 這是中國的武術 這是武俠 這是鼓 這來自東方的東西 然後他的鼓一打起來的時候 他們突然有一種 他說我們在那一刻 突然感覺到上帝的存在 他覺得有一種好特別的一種神聖感 在那個地方出現 後來參加亞維農之後 開始全世界的人都注意到了 因為亞維農大概全世界很重要的表演藝術團隊都會在 然後一些很重要的策展人 藝術總部也都會去看 他每一年大概七月六月就開始 所以他所有的hotel 從六月七月開始都full booking 很多人都還dress up 穿著晚禮服 在外面搭帳篷住在山上 所以全球的人都在那裡看的時候 當幽劇場在那裡一演出 在全世界為之轟動 後來就邀請不斷 這個當時演出的就是 The Sound of Ocean 聽海之星 之後呢 幽人神谷就開始在歐洲的荷蘭 比利時 德國開始巡演 然後在西班牙的San Diego國際藝術節也演出 在意大利的東西方國際藝術節演出 在2000年的時候 法國的里昂雙年舞蹈節 他被選為所有觀眾最受歡迎的節目 然後法國就迷上了 瑞士也迷上了 所以幽人神谷在歐洲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然後在諾曼蒂的藝術節 在意大利新喬凡尼劇院都演出 挪威各地方 英國的倫敦巴比肯中興 這是2002年 2003年一個很重要的作品是 金剛星 金剛星開始推出之後呢 包括在法國的巴黎夏日 藝術節在演出 美國好多城市 我們現在看到的金剛星 你看到金剛王的寶劍 一磅如金剛王的寶劍 一磅如波草巡蛇 一磅如巨地獅子猴 一磅不做一磅用 這個非常philosophical 所以國際太佩服你們了 他最終在2005年的時候 回去征服自己覺得自己最厲害的古王國 叫日本 參加了日本愛之萬國博蘭會的演出 演出了金剛星 然後呢也被邀請去俄羅斯的莫斯科 第六節的 Tchaikovsky的 Tchaikovsky的 國際藝術節 聽海之星 比利時巡演等等 接著我們再看文內瑞拉 法國諾曼迪秋季藝術節 演出禪五不二 我們看到後面越來越多的國際的演出 荷蘭 義大利 然後紐約下一波 紐約下一波 是紐約每一年最重要的藝術節 在10月到11月 然後在前年吧 你是到了池上演出對不對 就是以前池上每一年都會有 最後年底的藝術節 那在《幽人神谷》之前演出的是《魚門四世》嘛 然後後來就是《幽人神谷》 那OK 我們先到這裡告一個段落 先請教一下劉若宇 我隨著《幽人神谷》在全世界 越來越知名 然後你得到的藝術上 我都肯定 如果你很在乎 它是一個 假設你得一個邀請是一本書 你幾乎到了 就是著作等 就是說你的所得到的獎項 跟得到的肯定 比你的人還要高了 可是我看你 比起當時李安的時候那個你 你看起來更朴素 更簡單 更回到一個初始的生命 那大多數的人在掌聲當中啊 是會迷惑的 那李安自己也就說 她好怕別人一直拿她過去的成績 來和她自己下一個作品比較 所以她這一次拍她的電影的時候 她的看法就說 請不要帶著《Life of Pi》的李安來看 這個李安 那她這一次的半場戰事呢 她覺得她想要說些東西 然後她想要回到一個紐約 有點叛逆的李安 可是又了解美國文化的李安 那裡頭她質疑了美國 不可質疑的概念叫做Soldier 所以你知道這個藝術家是很了不起的 就是我當時訪問李安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這一點 我就問了李安 就說你曾經在《Life of Pi》的時候 受寄美國人歡迎 美國人都好驕傲 他們怎麼培植出一個紐約的李安 然後紐約的李安呢 他們不覺得是中國人的 或者是台灣人的 或者是華裔的李安 他覺得是New Yorker 這是一個紐約人 那你廣受美國人肯定歡迎你的時刻 好萊塢也都很願意出錢給你的時候 你就拍了一個影片 你挑戰了美國最核心最終的一個價值 是不可被拆解的 雖然大家都知道是事實 這個不可被拆解的概念叫做Soldier 戰士 什麼叫戰士 就是它指的那個Soldier這個字 戰士在美國你看所有的電影裡頭 哪怕拍《越戰啟示錄》這種反戰的影片 戰士的概念在美國是不可以被挑戰 看李安把他結構了 什麼叫戰士 因為他姐姐被人家車禍了 他火大 他去打砸人家 結果最終呢他必須去坐牢 於是美國政府就跟他交換 你去伊拉克當兵 你去阿富汗當兵 其實美國誰在打仗 美國的黑人 美國的窮人 美國可能犯了點小罪 要讓自己不要去坐牢 就叫你去打仗 他把這個Soldier呢 還原到美國真相 所以美國的 就站在那裡 然後演奏美國國歌 偉大 哭泣 然後包括這一次這個2月28號 我們在討論228 川普在國會演說裡頭 他找了一個遺孀坐在那裡 然後全場 民主黨跟共和黨 我一站起來鼓掌 只有那一次 其他都只有共和黨這邊鼓掌 民主黨坐那邊都不鼓掌 就是那個戰士死在夜門的遺孀 坐在那裡 淚流滿一面 然後大家都覺得很感人 This is so Hollywood 這是完全是好萊塢式的演出 對不對 可是如果在李安的電影裡頭 他可能告訴你這個夜門的人是 就是如何不得已去打仗 然後這個川普是如何愚蠢的 去介入夜門的戰爭 這個人根本不該死 那他的電影裡頭 就幾乎是在述說這個事情 然後最後這個士兵呢 林恩他所以再回戰場 他猶豫不決 他決定再回去伊拉克戰爭 他也知道這場戰爭是一個不正義的戰爭 然後他知道他們在那個地方 也犯下了很多的罪行 然後他殺了很多不該殺的人 可是他再回去為了什麼 只為了他的袍澤 他的同袍 所以最後的答案讓他掙扎的 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那李安這個電影又不叫反戰了 所以他啥都不是 可是這個世界 我後面這句話 我希望大家認真地聽 也希望你們可以好好想 或許你可以反駁我 這個世界公平的人 找不到歸屬感 當你不願意接受美國好萊塢 跟美國國家所塑造的這種假的 soldier形象的時候 你是被美國的主流 美國最重要的國家精神 愛國主義 人家是不能夠接受 好 可是呢 當你不批判阿富汗戰爭 伊拉克戰爭 你又給了這個士兵一定的情懷 他的袍澤 他們應該有的彼此的感情 你也不屬於自由派 你也不屬於反戰那一邊 好 那我問李然說 那你竟然拍的 因為他原來的小說 是一個很反戰的小說 我說為什麼你最後脫離那個小說裡頭 反戰的精神 他說 因為那個答案太簡單 有些人打仗 一開始是因為家裡窮 或者需要錢 或者不想坐牢 可是在戰場上 他持續下去的時候 他有別的原因了 他說他跟美國很多退伍軍人 協會跟那些人聊天 跟從伊拉克戰爭回來的人聊天 談他們心情裡頭很複雜的因素 他覺得這個世界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簡單的答案 所以李然這部電影呢 票房奇差 在美國創下了他所有的電影裡頭 票房最爛的一次 非常非常的差 而且是在他很成功的 Life of Pi之後 那這是我原來預期到的 他在台灣票房很好 因為我們覺得他是我們的導演 我們就很高度的支持他 他在全美國的票房 跟我們全台灣的票房是一樣的 你可以想像他在美國的票房 有多麼不好 可是李安 他不會為了討好美國人 不管是反戰 還是去附和美國的愛國主義的 這樣的一個戰士的形象 所以我逐漸發現在這個時代裡頭 所有公平 而且回到人性 或是回到自我 然後在裡頭很曲折地去看所有面貌的人 他在這個世界 他是找不到歸屬感 我發現了這件事 可是歸屬感是什麼 是你去附和那個群體嗎 是很危險 因為你不小心 你在二次大戰 如果活在德國 你就附和了納粹 如果你現在在法國 你一不小心 你就附和了保守的天主教徒 如果你在某些地方 你一不小心 你就附和了一個 可能對這個世界來說 是一個很壞的 很破壞性的力量 那當你在外界找不到歸屬感的時候 這歸屬感從哪裡來呢 李安的力量從哪裡來 其實這個答案就是劉若宇的答案 那力量就在你自身嘛 對不對 他的麥克風一直有問題嗎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呢 你開始去知道人類存在的本質是什麼 當你知道一個 甚至於你知道就是說 一個人 從你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看到大環境在給你東西是什麼 如果你當你了解了本質 你就不會跟著外面的這些事情 跟著盲目的這樣子走 但是那個源頭這件事情很難很難 那要了解的這件事情很難的這個東西 它到底是什麼呢 那在我們這個存在的這裡面 當然我們有現在的人說 一個人一生當中 你可能要去明白的一件事就是 你為什麼活著 你為什麼成為一個人類 那人類到底它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放這樣一個題目 你可能會在從這一個點 看到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很多的人類 都已經做過這樣的事 而做過這樣的事情 可能我們知道的 在一個所謂的這個我們的歷史過程當中 最明顯的可能是佛陀 可能是老子 可能是莊子 可能是這些偉大的這些 已經能夠有所開悟明白的這些人 但是事實上不止 不止的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的思想家 哲學家 很多的這些人 都在這樣的領域當中 去探討人類存在的狀態 跟自己的 甚至於跟環境的 那當然我覺得這樣子開始的了解 當你有個你心中的一個 至少我們開始有個某種明白的時候 你會站在一個清楚的點 知道這件事情的源頭是什麼 而就在源頭的點 你就會知道哪些東西 其實它在那個時候是什麼 只是那時候的潮流 而站在原點 你就會有自己的一個角度跟方向 那我覺得這個時代 已經不容再讓我們 混混混混混的過日子 因為這個大環境所出現的 一些前所未有的這些挑戰 和這些所出現的問題 已經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它已經是集體問題所造成的 一些更可怕的集體的問題 所以這已經是很迫切 你必須要開始了解的 而了解了人的內在 你會了解為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乾淨的環境 為什麼必須要有一個 所謂我們去注意到 我們身邊的大自然的變化 因為當你一明白 你就知道人類的存在跟自然的關係 人類的存在跟別人的關係 你一旦了解了你跟別人的關係 你就不會在那些 所謂的那些 催毛求疵的小事情上面 跟人產生衝突 因為那些事情都已經 只是另外一個 瞬間不了解的內在 它需要的一個關懷 過了那個事情 你跟那個人的關係就會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事情是 一旦你內在出現 你的人生完全不同 若有問你一個很俗氣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對我們台下的學生是重要的 是 就是說你那麼早就這麼出名 然後優人神谷也有機會變成一個 在台灣或是在國際 擁有更大money 金錢收益的劇團 可是你這麼堅持 把你們信奉的老子的哲學 道德哲學 修行 武術 武俠裡頭所在乎的這些價值 放在你的藝術裡面 它勢必的會影響 在某些藝術圈子裡頭 它所需要的炒作 它所需要的 講得好聽一點 叫發揚光大 那難聽一點就是擁有 所謂更高的能見度 你怎麼放下這些事啊 你的嫉妒心怎麼不見的 你的成就慾望怎麼不見的 我好像 我好像都不太需要去做什麼 好像事情都一直在發生 我的意思就是 其實優人神谷一路發展下來 我們團裡面最弱的就是宣傳 最弱的就是我們怎麼去炒作這件事情 但是我發現 你一旦觸到了那個本質 就是你一旦成為你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別人來找你的 那當然就我自己來講 我一定也會遇到一些環境當中 就像團越來越大 你知道它越來越 你需要更大的所謂的就是 物質的這些回饋來幫助整個團 所有這些人的永續發展的狀態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內在裡面更關切的事情 其實是這個事情它如何能夠真正的有所影響 所以例如說我們進章間 其實真的講回來我們進章間 其實團並沒有真正有太大的 所謂的就是外面的影響力 可是這件事情為什麼做呢 就像我說六個更生人住在我們家 我真心地對待他們的時候呢 我真的覺得這一個人必須改變 那我就這樣去面對這一個人 那甚至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辦教育 我們跟幾文高中合作高中部的教育 這個高中教育辦下來大概是十年 因為我就發現如果沒有教育 那事實上你就發現人 你就沒有辦法透過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方式 把你的想法 把你的應該是把你內在的那個理念 能夠有系統的能夠傳承下去 所以我想說我內在可能更關切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 而不是作品 不是優的聲明 甚至不是到世界各地的成就 而是 是不是我們可以真正把我們的力量去改變一個人 因為我在台北有的時候會被邀請去一些場合 有的是在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企業家的家裡吃飯 有的是誰過生日 那有一些重要的藝術團體的負責人 他會在現場 因為他知道和這些企業界的周旋 某個程度是必要的 因為才能夠確保他的表演團體 可以擁有更多的資源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 我們需要資源 但是好像我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那些人 而且我內在也相信 這件事情 意思就是說 你做一件事是做大家的事 做長久的事 那這件事就不是只是你這個人要做 而是環境需要做 而是我們人類需要做 那這個時候呢 我相信它就會被發生 它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因為它就是大家的事 很了不起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這真的很了不起 這你到他們今天的地位可以做到這樣 真的是 那就是考驗 真的是捨跟放得下 我們來看一下 25週年 有的作品《金剛星》 裡頭談到的就是 祈福守護 共生循環 在那裡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坚毅的心等待被发现 然后接着 他们在高雄当时气泡的灾区 那个地方参与了重建的工作 有西洋几月发生 西洋舞蹈各种的一种成绩 其实你们刚才有看到我给大家播片段的金刚星 你看到那个黄志勤大鼓 其他人拿了一个东西几鼓的样子 你看得出来我刚才所说的 作品什么叫诚实 有些表演作品其实是很棒的表演作品 可是你总觉得它就是流于形式 因为它的作品的表现方式是如此的 刻意的甚至有所谓的做作 就是它的东西是一种太多的概念的组合 然后你总觉得那些表演者或者是现场在演出的所有的形式里头 看着你眼花缭乱 可是你看不到 真成两个字 而诱人剧场就是永远就是刚才所看到的 我们也不会看到还有太多的投影 对不对 然后呢也没有看到有太绚丽的舞台设计 换过来换过去什么搞 都不搞这些噱头 要搞其实很容易嘛 这个年头 也没有什么LED屏幕 然后呢就是几个鼓 然后完全靠人的诚恳 然后每一颗打下去的几鼓 就是我这一刻的心情 我想告诉各位的所有和你们之间的对话 所以你就那个表情跟那个肢体跟那个语言 他不容许这个人是一个说谎的人 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我其实他这个刘若宇是我在台湾最敬佩的 艺术保养团体的负责人 这是真的 不是在你面前说 这是真的 终身终身佩服你啊 他最了不起的是 前一阵子不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幽人省国这几年 对台湾的文化的重要性 也知道他们的贡献 然后他木栅那里是一个老的 基地 他必须翻修 可是翻修呢 就牵涉了环品 对不对 于是你可以有两个态度 我对社会的贡献这么大 我这么多 做了这么多事情 请问你们在哪里 我应该要高于这个 整体社会的所有规范 我应该要高于这一点 可是刘若鱼选择的是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谈到 他所在的木栅那个山上 整个山区的保留 对于大自然环境的尊敬 这也是优人神谷 尊敬的精神 愿意接受的价值 所以你就搬家了 其实那件事情是因为 山上真的我们工作的环境呢 只有一个没门没窗的亭子 所以台北到了寒流来超冷的 就这几天 包括这几天 反正这个冬天还真的蛮冷的 所以台北市文化局 想帮我们申请成为文化资产之后呢 就能够盖一个 你知道 至少能够盖一个建筑物这样 但是它的地幕上需要 所谓的都市变更计划 那然后呢 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申请了 我们申请了都市变更计划 跑了这个程序跑了八年 就在台北市政府要通过的前一天 环保人士来找我 他就跟我提到说 刘老师就是关于都庚这个计划 又有人神谷 现在申请这个活动 他们开始讲之后呢 当然我也告诉他说 其实又有人神谷是非常重生自然的 那我们这个环境里面 我讲完最 我讲了大概稍微讲了 讲了一下之后 他们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刘老师 其实我们真的知道 又有人神谷对大自然的尊重 和你的训练方法 我们都非常的尊重 唯一的问题就是 你需要经过都市变更 但是呢 你知道在你之后 台北市还有十几个都市变更的案子 那如果这个案子 而且台北市政府知道 这是最容易过关的一个 如果这个过了 下面十几个都会应循此利而过关 那可想而知这个影响有多大 像一个骨牌效应 我一听到当场傻住这样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影响力是在这里 我就当场说 那我放弃毒根 其实我们申请了八年 那个环境理由 因为你看我们将近在那边 那个时候已经将近在那里待了二十多年 每一年夏天当然OK 可是冬天超冷的 等于是我们团圆们必须曝露在那样子寒流的气候里面 穿着大衣在那边打鼓 那只要让我们能够有个遮风壁 就只要能够有窗户有个门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至少在那里面是安 不是那么冷的状况 可是那时候他一讲的时候呢 我心里马上知道 这不是自己的问题 土地不是我们的 土地是什么 土地是属于人类的 是属于这个地球的 它不是因为它的名称属于我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虽然它是我们家里的地 但是呢我有往生的一天 我走的那一天 这个土地要能够延续下去 它跟人类的关系是长长久久的 我想说天哪 如果整个台北市会因忧人神谷的 这个都庚案 从此我们成为人类的罪人 台北市可能会因此 而人可能没有空气可以呼吸了 它可能这个骨牌效应 会借此而影响到很大 我当下说我放弃 那然后他们都不相信 马上就 你跟说老师你到底说什么 你讲的意思是 我说明天文化局开会的时候呢 我就会说我完全地放弃 我不再申请多更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就保留这个样子 我不会做任何的变动 你知道那个朋友马上当场 一个大男生当场哭起来 因为他就是在大巨蛋 已经报那棵树 报了已经一个礼拜了 他说 然后有一个教授就说 刘老师你知道吗 我在学校里面教环保 我的学生每一次都问我说 他说老师你教了那么多年 你曾不曾经因为只是去谈判 而成功过任何一个案例 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有 但是我就这样 我真的觉得 我就当我说 我说其实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其实我们艺术家 一直忙着在做自己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工作真的很忙碌 在做创作 每一次在报上看到你们在为了台湾的环境问题 为了环保的问题 在街头掺风露宿 我们都不能够真正的到街头去帮忙 而怎么可以再成为所谓环保的剑靶 我就直接刚才跟他们道歉说对不起 然后他们突然间开始抱着我 就是老师你是我的粉丝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一个点呢 也让我醒过来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其实一直在做艺术的这个范畴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也太在象牙塔 我完全不晓得我们做的这个项目 其实跟台北市都更有影响 但是也因此 这些朋友们就帮忙 很多朋友开始帮忙 帮我们找寻一个 可以让我们真正不用都更 可是仍然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可以训练团员 可以让团员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能够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 各位我所知道的有些人会认为说 以我今天在国家 在台湾社会所拥有的地位 你们政府就是要给我一块地 给我一个既有的骨鸡 要不然 请问你台北市政府是在做什么的 为什么你的态度不是这样 你都不觉得是任何人欠你的 你真的就做到放下 舍 反省 觉得这个地虽然是你的名字 是你们花钱买的 但是你就可以接受 而且也不认为你应该有特权 你这也不叫特权啊 就是说你国家其实拨一个古迹给你 拨一个可使用的地方给你 国家的财产很多嘛 然后让一个好的剧场 可以有发展的地方 提防 抵抗 כֵּ 提防 这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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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个期间 环保朋友们开始帮我们四处找的时候 然后就有朋友们带我们到了 金蛙石的这个地质公园 其实我一走进去的时候 我就说啊 就是这里 为什么呢 他就让我想起雅维农 雅维农我们第一次走到世界上去的时候 法国雅维农艺术节的那个 它就是由一个挖锡矿的一个矿坑 而那个矿坑挖起来之后呢 就那个山谷看起来就是一个天然的剧场 而那天呢 我走进去地质公园 它就是当年早年 人们挖金矿的那个矿坑 那个石壁 那个大大的石壁 跟雅维农那个黄色的石壁 几乎是 我觉得事实上 这就是我的家乡 它壮阔于雅维农的那个黄色的石壁 它就突然间在我眼前告诉我 就说 我等你很久了 就是那个力量 然后我就说 我就去金瓜市 所以我突然间非常感谢那些环保的朋友 因为如果不是他们 我们可能在木栅的老泉山上待着 但是我突然觉得这个石矿的剧场 后来我们称它做耿古本山 因为那个山叫做本山 就是金瓜石最高的那个山 它被当年的挖金矿 最高的点就是金瓜的那个所在 挖出来将近几千两的黄金的地方 而它成为一个最后一个人们 在用大自然的方式的变成了一个 好像你照顾自然 跟自然结合的一个生态型的剧场 它在等待人们这样子重新对待它 然后我们就去了 所以我们要去那里这样子 哇 太棒了 结果 来 鼓掌鼓掌 这样 我们刚同学听到了我跟他的几个对话 你们现在每一个人满心问你自己 如果你是刘若 然后你的团圆在冬天寒流来时都不能打鼓 你也在老泉山庄 那个地是你的 你花钱买的 然后你只是要申请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 那有一个环保人士来跟你说 我知道你很重视环保 可是你这件事情一旦过了 后面有好几个杜耕案 全部都会过 而他们过了之后的结果 就是台北的很多森林地带会被破坏 你会选择像他一样 立刻放弃垂手可得的杜耕的 你会选择的人请举手好吗 举手把手举高一点 你会选择跟那个环保的人说 我过去八年 你知道我的传言多么辛苦 你知道我们优人剧场在做什么 你知道在当时解除戒严的时刻 那个时候优人剧场 在优人神谷之前优人剧场 是最早中是环保的 我需要你来教我环保吗 你会选择这个方式的人请举手 没有人会选择 你会觉得他是个疯子 把他赶出去的人请举手 后面有人会举手这样 我实际上希望大家很诚实地问自己 你那一刻会怎么想 好 你会选择说 那我到文化局去放弃 然后跟他们说 我放弃读更申请 不过我恳请文化局 由于我们是艺术家 我们本身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裁员能力 我们也不是有企业长期支持的 那文化局基本上长期在支持很多艺术团体 那孤岭街剧场还有非常多的地方 我相信你们可以有一个地点提供给我们 你们会选择这个方式的人举手好吗 好 然后你会选择让自然最后所有的事情 有一条歌叫 你一定会唱嘛 Dorris Day唱的 Ki Sala Sala 对不对 就是顺其自然吧 你会选择顺其自然 然后最后你就找到你的家乡 像他讲的金瓜石 你会选择他的方式的人举手 就真的比较少嘛 因为态度不可测 我们现在来看刘若宇的选择 他的家乡 等待他很久 这是他后来到了那个地方去 推出来了一个时代歌舞剧 这跟前面差别很大 所以当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你就融入了酒粪 融入了金瓜石 然后知道当时那些淘金采矿的人 看起来一夕之间好像就有了黄金 下一刻可能就破产 然后他们的生命 可能没有多久突然想 就是煤矿坑塌了 然后那种生命之不可测 歌舞生平 OK 这女的是谁 我知道 这是你女儿啊 我以为是你演的 我想说有点像你 可是你有这么年轻吗 前面那张 前面那张 左边是你嘛 这个我女儿 我们两个一块演 我们两个一块演 就你自己 这是你女儿 这张还是跟起来你 有像可是还是差很多 所以只是人家不打扮 我们看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一点点片段 刘柔宇的时代歌舞剧 我们看一下片段 一座座山峰一条条坑堡 山乱湾曲心路迢迢 海风吹走荒山调 这是九份吧 还是海边 海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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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圆吗 长得有点像桃子啊 忽然现尽最终 这样不像 一座座山峰 这就是你们的地方 一条条坑堡 黄金深处 无怨无忧 山深的你全不要 不心尽 sport 搞恨无人 不怕无忘记我 不还记住 sav 无想念别在这边 道不及是战俘上心底 那往事对终写传心 一座座山峰 一条条坑道 泥醉浮沉 叹涌香魂 千年梦会黄金香 好 谢谢 你们很棒吧 看完了他的新家 你会选择跟文化局要古迹的人请举手 所以突然你还要选择 我告诉大家一个故事 我对金花石很有感情 我的曾祖父 他们是罗东人 他跟台湾史有点息息相关 我下次有点想花一点时间 告诉你们的 台中的家跟罗东的两个家庭 在时代里头不一样的选择 我的曾祖父是罗东那边的人 他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跟我在台中这边的外公 选择是完全不一样的路 他是选择跟日本人合作的 我们通常会把人分成两种 跟日本人合作的 跟抗日分子 所以一个就叫汉奸 一个就是伟大的文化人 可是人不是这么简单的分的 我的曾祖父在罗东那个地方 因为他很勤勉 干什么的 日本人就请他 就做了罗东镇的镇长 那个时候大概全台湾人 只有两个人 被日本人重用到这么大的地方观 一个是在枫园 一个是在罗东 但现在呢 罗东最大的一条马路 不叫中正路 也不叫中山路 就叫纯金路 就是他的名字 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他做罗东镇长的时候 他就跟日本人的总督谈派 他派来台北的总督呢 他就跟他说 你从我们的太平山 砍了这么多的块木去日本 你要把木材的集散工作 留给台湾本地的人 然后我在太平山 有上百甲的土地 我就把这个土地捐出来 变成你木材集散的致放地点 所以罗东就因此致富了 就完全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要求 日本总督答应 接着他告诉我们全家 所有的他的弟弟 跟其他的堂兄弟们 我们家族的人 不可以做木材的行业 也就是他去跟日本人 要了这个特许之后 他把它分给了所有的 罗东有能力做木材业的人 他并不是自己的家族 把他垄断下来 然后使自己变成一个 我们现在可以讲的 什么家族 变成他是专卖的 不是 他就负责地方 所以现在罗东有他的铜像 他要死的时候呢 就告诉他的女儿说 他的金瓜石有个矿坑 他去那里采了金矿 然后我的姑婆呢 那时候年纪很轻 就问他说金瓜石在哪里 他跟他说金瓜石可能已经没有金矿了 可是你们要留住那块地 那是全台湾最漂亮的地方 那是全台湾你可以看到最美的地方 最好的山景 最美的海景 我后来去看了金瓜石 which is true 这真的是事实 那我现在认识了几个朋友 包括CM Flower的林总勇 他也去住在那里 包括台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的 很会采购东西的 叫杨若白 她的家也在金瓜石那里 台北特别有眼睛有美感设计的人 都在金瓜石有一个房子 所以若宇她真的是在等待你 最美丽的人最美的心 恭喜你找到全台湾最美的地方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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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看同学走 原来五点钟到了 我本来有一篇简单的文章 是我曾经写送给刘若宇的 上课的同学可以先离开 我很快地把它念完 像今天我们的来宾 我深深地向你致敬 真的很 我们的一生只是一个 空间有限的展示柜 有人展示权力 有人展示财富 有人展示知识 有人只能展示悲伤 或者疯狂 但也有人可历经三十年 解图骨折的人生 最终展示了智慧 人的一生或许只是 几页不断修改的脚本 人生下来后 热烈又无邪的灵魂随着时光 不断不断地染黑 黑到了它彻底成了阴影 使我们终于辨识不了自己 于是本是席骨 本是学戏剧的刘若宇 把他三十年前 在加州牧场 像一位智者席道的故事写下来 写出他的人生古道体悟 舞台上幽人神古的一出戏 近三十名舞者 一半灼白一半灼黑 他们上身的舞衣只打了简单的解 摇下大裙随着旋转飘逸空中 黑与白不断交错 无法停止 除了舞者齐天的首饰 刘若宇为之处表演写下注脚 一个人必须同时是两只鸟 不论你在做什么 让内在的另一个你 不断地观看着你 狭下三十年顿舞表演之道的刘若宇 此时已非仅是台湾 幽人神古的几股领路者 他的文字像智者也像诗人 他的文字像对一名权力者的诉说 或一个人生命的劝导 我们的生命总是抓不住灵魂中的流转 交错 冲突 起伏 波矢 直至千回百转后 换散了 于是人生成了一首 无法启程转合 残破不成形的歌曲 一个表演者内在的悸动才是活生生的力量 而不是美丽刻版的首饰 这是刘若宇的文字 人何尝不是 刘若宇写忧人神古道义合一的理念 一个最好的演员 当他上台的时候 就是在找下台的时候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学会刘若宇的悟道 生命少一点语言 多一点听 听自己的灵魂 听大自然的声音 听与你交往的人 心中的澎湃与表情 那我们才认真认识自己 认识环境 与认识香蕉的朋友 丢下你手中的箭 忘记曾经拥有的形式 忘记曾历经的修与路 不止因为它已过去 更因为放下箭的人 才能成为喜乐之人 这是刘若宇的三十六堂课之一 当你走出去就是独一无二 这时你可以依照原本悸动的生命再成长 开自己的花 结自己的果 在阳光下成长成一竹灿烂的扶桑 或者是工人乘凉的榕树 甚或贫瘠高山上 不起眼随风咬意的芦苇 终点是我们只需一步步地走出去 终止超越自己 送给刘若宇 谢谢 谢谢各位 感谢她好贴心 她看我今天不舒服 还给了我一个特殊能量的东西 来 谢谢你 谢谢各位 谢谢所有陪着我们 从头到尾的同学 当然其他同学是因为有课 希望这堂课可以祝福你们 这条人生的路上 永远不断地超越自己 谢谢啊 谢谢 今天的文倩讲堂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刘若宇 刘老师 以及陈文倩 陈老师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